- 火攻投驼 - 火攻投驼 - 火攻投驼 - 大家早啊,我是小村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我的陸服 我的陸服火攻投驼已經假六火了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酷酷的外型啊 我只能冷痛拋棄我的毒隊啦 反擊流走起 好,我們來看一下火攻投驼 - 轉五還沒滿 - 武學還差兩個金剛,所以我塞4加2 - 秘吉陸服不是立春,所以只抽到了一本立,我也覺得很奇怪啊 - 所以咱們還有兩個洞 - 好,咱們直接看實戰表現吧 - 而且我發現一件重點 - 這隻反擊流配無射反而不是很好玩的感覺 - 配陽頂天反而比較強,不知道為什麼 - 好,咱們直接從排洋榜走起 - 好,我現在23名 - 然後我們打一下24名的無名哥 - 這個好像已經沒玩了 - 好,切磋 - 陣容方案,反擊流 - 然後因為我縫橫還沒練好 - 如果有縫橫的話會更好 - 所以我先用小招 - 然後珍狂龍目前是無火,也還沒六火 - 然後重點是這一隻無色 - 我真的覺得配合無色 - 比較難玩,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 反而配合陽頂天比較好 - 可能是因為有嘲諷有補血吧 - 我等一下實測兩場給你們看一下 - 好,咱們實測第一場 - 羽毛賽 - 左耀庫師 召唤召唤 天下無狗 左耀 護防術 同服夜奔 獨孤九劍 同服夜奔 宵夜奔 無語 衝刺 好可怕 撒克 白砝掌 急去化身去 來個應應 天下無苟 左要酷白術 一張菠蘿掌 一張菠蘿掌 左要酷白術 大腦的 好,咱們來看一下輸出吧 有沒有看到,二十百千萬十二百萬千萬 火攻頭頭沒有在什麼攻擊的狀態下輸出穩居低啊 雖然真煌龍他的石化佔了很大的成績 但是我真的覺得火攻頭頭真是人物很屌 站著沒什麼事做的輸出就超級高這樣 然後整個陣容也比較不容易死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欸,我真的覺得火攻頭頭很好玩啊 雖然他在陸服的評價也蠻兩級的 但是我真的還蠻喜歡他的 尤其是他粗獷的外型 好,咱們直接換個陽頂天來試試 我是覺得無色蠶屍那個位置換成陽頂天會更強啊 給你們試一下 這個換成陽頂天 我兩級只有三級啦,所以還不能 免疫持續傷害 好,開打 好,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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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匯匯不行 謝謝,來嘛 不用擔心 我不會,那是誰 我能擔心 可以的,我最會的 我還是一定不會 很累 好,好,可以分手 好,OK 有,很難 我不能擔心 相信我的屏幕 我還是能擔心 有一屏幕 我要酷伐术 集聚 霸森去 独孤九剑 独孤劍 来个星域 独孤夜分 独孤九剑 的 独孤夜分 哇 剛剛中途竟然死人了 蠻神奇的 然後你們看火攻陀陀又是輸出第一名 火攻陀陀真的很對我的胃 可能是因為他的外型非常的帥氣吧 我真的蠻喜歡火攻陀陀這個隊伍 然後我這個帳號未來應該會往反擊流發展 主隊就跟他說再見吧 你們要說真煌龍才是主角也可以 但是我真的覺得他很好玩 而且這個陣容還有很大的加強空間 等到我縫橫揚起來會更加的硬 縫橫揚起來我想試看看 三堵一反擊 就是小招縫橫周伯通搭真黃龍 哇 應該不錯玩吧 不知道為什麼我反而對這種陣容情有獨鍾 希望他可以在台服的時候出個造型 雖然應該不太可能啦 呵呵呵呵 好 這樣大概就是今天的簡單介紹啦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自己實驗陣容 雖然影片可以帶給我們啟發 但是我自己實際玩過才知道搶不搶啊 我覺得這點蠻重要的 好 今天的分享影片就到這啦 我是小春 咱們下次見 拜拜